Hello 各位 我們又去行山了 今天和大家去大枕蓋 順道欣賞正直盛放的吊鐘花 路線是由北潭蔥開始 沿著大網仔路 去到萬而咬的梁亭 在這裡開始上樓梯登山 一路去到大枕蓋 之後就下山 轉入綠胡椒油徑 一路走直至出到北潭路 再返回起點 北潭蔥 坐公交來北潭蔥 可以在西貢坐94號巴士 或者專線小巴7號或者9號 這裡就是我們的起點 西貢郊野公園遊客中心 在這裡去完廁所就可以輕鬆上路 由郊野公園閘口進去 就是大網仔路 走數分鐘 就會見到一個分叉路口 那裡就是北潭路 繼續沿著大網仔路 就會進入麥里浩徑第一段 這一段路一路暗斜 走十多分鐘 就會到達萬而咬的梁亭 走上來就會覺得身已經興奮 但是在這裡稍試休息 除了一兩件衣服 就走回頭 在右邊的梯級上山 這個山一例就是上梯級 很慶幸的是 走不久就可以休息一下 還有景體 看 這裡就是萬而五角星的一角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繼續上梯級 又有景體 然後又是梯級 好景第三體 之後經過一段上斜的泥路 就到達看萬而五角星的景點了 BB 出來了 她又負責起探路的任務了 孔子 真是宏偉 去到很遠 看不完,回頭吧 哇,這裡看五角星更精彩 離開景點,泥路慢慢變成浮沙碎石路 行山必須有隊找地的行山鞋 我是不斷地重複的 這條路線確是好掌上山遊 又有景體了 啊,可以遠跳到西貢市 還有馬鞍山 繼續走就見到第一棵吊鐘花 哇,馬上給它風之卓弱的一面 我們看看 再上一段碎石泥路 游到另外一個看景的地方 這裡可以看到 萬宜西坝 澳西洲 橋咀島 看完景,休息完 我們就向大枕蓋進發 今天很大風 樹吹到不停搖擺 我多怕嬰兒不行 想不到它這麼有實力 風吹不倒 好啊 這條路走起來真的要小心 終於到了大枕蓋了 這一刻很幸運地 山頭上只有幾個團友 可以盡情打卡拍照 寶寶,來打個轉 這個山谷一堆堆啡色的 就是一棵棵吊鐘花 好,寶寶,逆時針打個圈 讓我們看完西貢的群山 這個就是香港第一尖 藍蛇尖 還有長嘴 看完宏偉的山景 接著就是賞花時間 好,毛駿 我看完 好,毛駿 嚇死我 好,毛駿 你嗎? 我看完 我看完 摸了 冰蛋 難得來到,當然要和釣中花合照一張 在這個山頭,可以見到釣中花有很多粉絲 搞了這麼久,是時間下山 師兄搞落,向著藍蛇尖方向就下山 果然沒錯 這段落山路要加倍小心 這個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傳說中的Snoopy島 接著我們要落山,然後辦過這個山頭 這段落山的路還有釣中花體 終於過了山,來到六湖郊遊徑 在這裡轉左,向著織魚護行就是我們的路線 這條郊遊徑上落不大,老有咸兒 途中還有釣中花體 由此地走到一個像印水道的地方 可以轉出去一條通往北塔的大路 這樣走到一個像印水道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有一条小路是我们的路线 走出北潭路只需要十几二十分钟 这条路径清幽有树遮阴 我们会经过一条小鸡 小鸡才对 继续走要经过一些山路 这里的山谷景色翠绿 中途还有指示不用怕荡漏路 果然走十几分钟到一个烧烤场地 再走就是下山 见到北潭路了 在这里转了走二十分钟不需要 就可以回到起点 当然 走得累可以坐巴士或小巴 说下说下回到游客中心了 我们今天的旅程就在这里结束了 这一刻很饿 结果在西贡吃了个Fish and Chips 好邪恶 总括而言 今天走了9.39公里 最高上到408米 走了4个小时28分钟 一共烧了大约950卡路里 加上刚才的Fish and Chips 刚刚好大 今天就这么多了 拜拜